这是我见过最残忍的变态 眼前这名玉树林峰的出生 他竟是震惊全国的A级通缉犯 他奸淫妇女 入室抢劫 枪杀警察 仅仅9年时间 就由13人成为他手上的冤魂 民警一路寻凶整整13年 然而他们是做梦也想不到 这个凶手竟然改名换信 躲在监狱里采访刃鸡 此人正是臭名昭著的广东第一汉匪程锐龙 直到最后法院判处他死刑时 他依然还在咧嘴一笑 成锐龙出生于1973年 户籍广东省廉州市汉中村 年少时由于家教特别严格 这就导致他叛逆期比同龄孩子更加严重 16岁时他便不顾家人的反对 开始浪迹社会 并认识了一个叫蓝启荣的人 两人之间臭味相投 一起结伴来到佛山打工 1993年时 成锐龙因盗窃罪被佛山警方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但是在服刑期间 他看到育有花钱就能够出去 由此他产生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认为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 于是在1995年出狱后 他找到了好机友 两人一番商议后 决定抢劫辅伤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查 他们将目标定在了佛山一名海鲜店的老板身上 由于第一次干入式抢劫 为了保险起见 两人还找来了另外两个同村兄弟一起 这一次他们抢走了老板20万元以及一些金银手势 事后四人分赃后各自逃亡 但不久后成锐龙就从报纸上得知 自己两个同村一个被抓 另一个在逃跑过程中被警方击毙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成锐龙当时有点害怕 他知道佛山是带不下去了 于是赶紧联系了蓝启荣 两人一起逃到了广西 这段时间两人用抢来的钱过上了一段非常潇洒的生活 并且各自找了按摩院里非常哇塞的女友 对于成锐龙来说 之所以要找女友 是因为一方面毕竟自己血气防钢 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他要用女友身份租房 然而就在不久后 女友用来接客的出租屋被警察查封 此时抢来的钱也所剩无几 于是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女友曾告诉他 他所工作的按摩店的老板非常有钱 于是成锐龙便与蓝启荣一起 偷偷翻进了老板家中 此时时间是1997年 按照计划 两人是想向老板勒索一千万人民币 但是当他们进入房间后 老板反抗非常激烈 蓝启荣看到这个情况 拿起刀顶在了老板胸口 可毕竟没有经验 这位道友竟然用力过盟 将老板给杀死了 这可把两人给吓坏了 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为了抢钱 根本没有想过杀人 而这一杀 程锐龙知道 再也回不去了 这起案件两人并未抢到太多的钱 反而让该起案件轰动了整个广西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逃到杭州 一年后 两人认为风声已经过了 于是程锐龙带着蓝启荣一起 再次回到广西北海 并找到了之前的女友 过上了一段小别生新婚的日子 但很快他们身上的钱便挥霍一空 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物色新的目标 然而在找目标的同时 他们竟发现一栋楼里住着一名老警察 而且他身上带了枪 于是两人计划着将枪搞过来 然后干一票大的 因此在1998年的广西北海某处住宅里 蓝启荣藏在了老警察住宅的楼道里 趁老警察没注意 一锤子将警察砸死 接着拿走枪给了程锐龙 之后两人在盗窃室 又意外得到了七颗子弹 此时两人有枪在手 心里的底气也足了许多 同时他们也在考虑复仇的事情 因为佛山干的第一起入室抢劫 自己两个同乡 一个被抓一个被击毙 他们决定回佛山收拾那个海鲜老板 然而当他们刚从佛山下火车时 竟有两名警察过来盘问他们 并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 当时的程锐龙清楚 只要对方知道自己身份 肯定没自己好果子吃 于是假意拿钱包 趁警察不注意时 直接两枪打中两名警员的头部 而这两名警察当场就牺牲了 这件事情之后 两人赶紧又逃回了广西 然而佛山警方却因此次案件被彻底激逆 他们立时一定要将这两人给抓到 并发布了公安部A级通缉令 因此当两人回到广西时 被几名正在巡逻的民警看到 并大声呵斥他们站住 这时候的两人哪里敢真的站住 他们能做的就是拔腿就跑 而民警见此情况 立即骑上摩托车进行追捕 可不料就在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 程锐龙竟然举起了枪 打中了警察的胸口 而该民警察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 之后的半年时间 程锐龙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直到1999年3月时 他又准备对江西信封一位富豪进行抢劫 他通过对富豪房间的仔细分析 发现旁边宾馆可以爬到他家屋里 可是当他偷偷来到宾馆一个房间 准备翻墙时 突然听到门外传了一个女孩的声音 于是他受刑大发 将女孩拖进屋内 进行了残忍的抢劫 事后害怕女孩报警 于是果断将其活活勒死 做完这一切后 程锐龙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抱着尸体睡了一晚 直到第二天 他从一旁的书包里 发现了这个女孩还在上初二 这次尸检之后 警方依然在不断寻找他的踪迹 但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其他原因 程锐龙的每一步都会走在警方之前 直到2001年时 程锐龙潜入一堆母子家中 之所以来到这户人家 是因为他家的房子也是属于独栋别墅 可当程锐龙进入房间时 发现这个三十左右的女人 身边还有个七八岁大的孩子 当时程锐龙冲进屋子 用手捂住了女人的嘴巴 可不料女人反抗非常之生猛 并用牙齿狠狠地咬住他的手 一气之下 程锐龙拿起刀 捅在了女人身上 而女人还在挣扎之时 程锐龙又拿起刀 将七八岁大的孩子进行了杀害 之后的几年 程锐龙依然多次盗窃 抢劫 直到2005年时 他和一位同伴 抢劫了一个保险柜 抢完后两人抬着柜子 坐上了公交车 当时车上正好有两名警察 看到这两个小伙有点不对劲 于是上前询问 这一问程锐龙快速拿出刀 捅在了警察身上 接着趁乱跑下了公交车 然而后面的民警非常生猛 捡起地上的板钻将程锐龙砸晕 当他醒来时 已经来到了江西龙南市看守所了 可到案后的程锐龙 谎称自己叫周全 福建人 事实上这么多年 程锐龙之所以没被找到 很大原因是他用了非常多的假名 他先后用过程龙 程碎龙 黄龙周全等十几个名字 因此当时的江西警方并不知道 他是A级通缉犯程锐龙 最终程锐龙已抢劫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直到服刑四年后 金玉民警对于中人员进行捧计时 看到了这个叫周全的犯人 当时民警感觉非常熟悉 仔细回忆后 他终于想起 这不就是追踪了13年的A级通缉犯吗 于是赶紧联系了佛山警方 后经佛山警方确认 这个服刑四年的周全 正是他们苦苦寻找了13年的杀人恶魔程锐龙 接下来佛山警方将成锐龙带回广东 对于民警的审讯 成锐龙并没有一丝慌张 他慢慢回忆起了自己做的所有案件 发现身份抓到了回来了 我都说还是挺高兴的 终于可以见家人了 或者是清天都可以 所以还是觉得挺高兴的 而以上内容 全是根据他的真实供述所整理的 其中省略了个别案件 事后警方问及他家人信息时 成锐龙思索了半天 却并没有想起来 13年的逃亡生涯 他用了十几个名字 以至于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更别舍望他能记清楚母亲的名字 他只能回忆起母亲好像姓何 仅此而已 最后法院对成锐龙判处死刑 但是听到这个结果是 成锐龙没有一丝慌张 反而还在咧嘴一笑 这不得不让所有人毛骨悚然 但开庭之后 成锐龙表示要上诉 最终高远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 并于2010年对其执行了死刑 到此这个逃亡13年 杀害13人 其中6名是警察的广东汉匪 终于被警方强制报废